好的 这个我想说的比较长 这时间线比较长 我是感觉呢 美国正义力量也好 还有美国的这些 曾经被绑架了利益的 这些利益集团也好 他们大概发力呢 是在八月份开始的 信号呢 就是中共这个北戴河会议 然后对应的一些智库 尤其是 就是咱们前几期节目说的 这个盖茨 前国防部长 前CIA的这个局长 前这个老布什的搭档 小布什的搭档 布什家族 现在可以外界形容是王朝 就是他实际上是代表 布什家族来发话的 他当时说的 那个当时小李总结的很好 就是说 Less Talk就是少说话 用实力碾压 后来很多智库都是在用这个 所以八月份的时候 大家看他们在开始发力 现在就看 现在已经就是 在前大概一年 追溯 回溯一年以来呢 是习一直在主动出招的 那么美国也好 守住了阵脚 因为希哥说了 要把战场拉到国外 拉到美国去 所以我们才看到这几年 英法呀什么 他们没有跟进 因为他们知道冒头没有用 只有美国彻底改变了 风向变了 他们才跟着走 所以直接之前 他们就负责勾兑 那这次冯德莱恩和这个 米歇尔来 冯德莱恩说德语的 米歇尔说法语的 那就是德法两国跟共产党谈崩了 这个后面背景就是 他们知道美国是要开始转变 那个大风向了 那也知道 所以才会有 我感觉就是才会有 这个七哥这个案子的一些事 当然我们不在节目里边谈 但是大家能不能感觉到这些松动 可能突然就会变过来 对而且这个还有这个欧洲的一个非常 也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国家 就是意大利退出 直接出面的对吧 提出了退出一带一路 而且意大利也是这个唯一的 这个当时在这七国家里面 唯一加入一带一路的 对吧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意大利有一个国中国啊 就是梵蒂冈 好交还给文白 对对对 光这梵蒂冈 大家就可能就在说好第七节目 这太多神秘力量了 然后这个 所以大家就会看到 就是在12月 就是艳平姐传递出来 当时咱们海报也做了 就是现在是大决战时刻 就是在掰手腕 可能突然到某一刻 啪脆断之后 整个风向一下子就变了 就是不是说这个叫什么 这个东升西降了 是吧 谁升谁降 那就不用说了 这形式一下就转换过来 所以我捋一下 这个习大神 这个二十大 那前后干这些事啊 二十大 他读了这个 梨猫欢太子 用那假名单 这205个人 开始上了台了 是吧 埋下了当时那个 那个种子 然后呢 二十大之后 他实际那个时候 他通过七哥的直播 他已经知道了 鬼子六已经也在吹事了 鬼子六是在要 让那些资本 开始撤梯子 开始跑路 对吧 那就等于是给习撤梯子 因为他当年 习所用的这些 这些招数 这些武器等等 全是将那个时代 所布置下来的 他只不过就是按按钮的 他确实是一手好牌 那时候 那这时候呢 他在12月7号 自己人马都上台了 12月7号开始去 就是在历史上 12月7号 就是偷袭珍珠港 他跑到沙特去了 去忽悠沙特 这个王储去去宣布 这个人币 这个登上国际武器 但是人家沙特呢 害怕了 美国在后边决力 没敢说 那扭扭捏捏的 是吧 习碰 也也也不叫碰了一鼻子 会吧 就是有点不爽 那翻回来 到了一月份 二月份 七哥说 我们不去攻击这些人 是吧 让他们接着弄 一月份 二月份的时候 在之前 他们实际在国内 就开始抓金融界的 就是王也好啊 抓这个猪也好 抓他们这些 遗老遗少 抓这些各大行的行长 那时候抓了很大一批人 就开始抓人了 那好了 到了二月份开始呢 七哥也在直播报了 二月份之后 从三月份开始吧 三月一号火箭军 习开始让火箭军去俄罗斯了 然后到了三月十号 十二号 习又让王毅 他们把这个杀蚁 开始复交了 去去偷袭美国的能源牌 如果在货币那块 他就是没有权拿下来 然后他在能源上 他又开始出招 目的还是货币 奔着货币去了 同时在搅论中东 把中东抓在自己手里 制造他们的矛盾 这是大企 美国现在智库已经说了 是在能源问题上 我们是吃了大亏的 这也是为什么 到了六月份的时候 拜登就那个 这个六月份 马德里这个 西方这些会议 拜登就在那抱怨 公开的啊 相当于就是说 我们跟普京玩 是莫大吗 默克尔在十年以前 把这普京介绍给我们 他在那拍胸打肚子 这个担保 所以我们才去烧 俄罗斯的天然气 用俄罗斯的石油 才去买他的粮食 还把普京给养肥了 养大了 是默克尔干的 现在才蛮有默克尔嘛 要不是你当初那样 我们现在能源也不至于受制啊 所以能源上美国是吃了大亏的 吃大亏了 好了 到了321的时候 习亲自飞到 还是习啊 飞到这个莫斯科和普京 说百年之大变局 咱俩一起玩 你愿不愿意 说我愿意 是吧 结婚了 所以3月份就一系列这个 到了4月份 突然峰回路转 网友出招了 王少军 我们的战友 反正是灭共的人士 出了问题了 对吧 4月底的时候 习呢 就开始赖账 说美债 一些美元债 我不还了 而且这期间开完两会 把SVB打爆了 美国下一哆嗦 是吧 爷你别闹了 我再跟你勾兑勾兑 我不去台湾了 行不行 麦卡锡不去了 然后这个宗教大会 我也不开了 好不好 然后总统也不 也不去了 这三件事就都给灭了 就是习又是赶紧灭火 对吧 没有这个灭火队员 鬼子溜了 但是习亲自灭火 亲自指挥了 这4月底不还账 所以凯尔巴斯就说 你看啊 CCB不还账 导致这金融市场又乱了 你把这SVB打爆了 把这金融市场的债 你开始搅落了 6月份说摩根部就开始 开始做欧元和美元的 这个数字货币的互换 玩这大宗的区块链 就人家就开始准备 这个后路了 6月份又出了什么事 普利格金 23 24 24小时搞政变 是吧 正义行军 还是莫斯科行军 那同时25号 这个前女婿秦刚出事了 是吧 然后那时候火箭军 其实也在出事 这是6月份 7月份也出了一堆事 对吧 7月份 然后这个基辛格 把这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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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不死的给忽悠了 然后赶紧说 你们这些钱 不要往外跑呀 我们还是可以在 这个改革开放 可以再玩一轮的呀 习就开始 又开始抛橄榄枝 那基辛格呢 也配合他 也在唱戏 但是钱的照跑不误 你看看7月份开始 王岐山开始什么 把国内的信贷 的投放给断了 断了多少 我算当时宽 算没记错 可能是5000亿 就是一半 应该投放给社会的 给那些企业注血的 原来是计划 是1万亿人币 咔给砍了 腰斩了 就从那时候开始 国内的经济 不说国外 就是掉头向下 一下就下去了 鬼子六在出招 习肯定恨死了 那有什么办法呀 没什么办法 他除了抓人 除了让王小红派气卡 进各大金融机构 去站屁股坐位子 他没什么办法 那些中层干部 不是他的人 是朱镕基当时布下来的 是王岐山 当时布下来的人 不听太话的 和军队基本上差不多 所以7月份开始 他把基辛格弄来 唱一番戏 然后7月份的信贷 投放突然断了 这后边就再没起色了 8月份开北河会议 在开会议之前 美国已经知道了 美国就说 我要打一带一路 我要从东南亚开始抓 这智库8月1号 开始吹风 开始说的 那到了9月10号的时候 开这个G20 就是把东南亚给拽过来 一个月零十天 就是拜登把东南亚 这帮人抓在手里 搞出了一新的 这个经济走廊计划 对吧 往那个从东南亚 往欧洲 中东延伸 这就是拜登干的 而且拜登在8月14号的时候 说坏人遇到坏事的时候 他们就要干坏事 他过不去这坎了 他就开始要打仗了 就是其实就是在喊嘛 就是针对北戴河会议 所以习这北戴河会议 可能还没开完 拜登在戴维营 已经开始吹这个风了 然后到了8月底 大家知道谁啊 这个李尚福出事了 是吧 这个香格里拉开出事 然后到了9月初的时候 导哥他们爆料 说几千人去抄家去了 9月8月底9月初 这是一顿乱仗 习 然后习去参加G20 灰头土脸 目的也不给的份 他之前还去南非 823的时候 820的时候 去开会 之前815817潜艇沉了 是吧 多没面子 开着开会去处理潜艇了 你说这一谈烂仗 是吧 我就不跟你脱钩 我就说去风险 但是我就要开始 要割你的肉 我一天割一刀 是吧 一星期割一盆 就开始干你 然后到了9月份 然后9月份 9月10号开会之前 台湾的民主峰会上来了 是吧 习是这个恨上帝的人 习是灭上帝的人 哇塞 29亿基督徒 开始跟习不拉倒 是吧 习呢就开始去鼓中东 这帮 这帮绿教 这帮哥们 去开始 在中东也开始搞事 就是到了10月7号开始 犹太民族 一下翻人醒悟了 资本再也不能说 不分国家 不分什么好坏了 是吧 资本你得看 你是不是追求你个人 那个幸福了 你帮了魔了 反杀 也反噬 然后13号 七哥一个熔断 是吧 要救人 先别打了 先救人 然后又看 在这个APEC见面 所以现在看来的 习这一顿操作之后 西方是接住招了 然后从8月份开始 出招开始要反转了 所以才看到 到年底 我们才看到 反转就要出现 就是燕平说的大决战 就是大决战时刻 现在就到这个份上了 然后现在 王沪宁 习 他们又主持布置台湾的事 台湾113选举 当天是一张纸 出三件事 是吧 台湾不是三权分裂 台湾是五权分裂 台湾现在选举 即便是赖上台了 19号出结果 赖上台之后 台湾的立法院 他有如果这个 拿到61席以上 就是蓝白结合 他依然会在立法院搞事 就相当于就是 在这个两院这块 或者这几院这块 他是占多数的 总统是你的 但是这个议会 这立法院的席次 是我说了算 所以他就是ABC方案 开始搞事 搞谋杀 是吧 开始上街 开始制造族群矛盾 把矛盾扩大 大家有可能就要闹事 就要出事 好了 三月份干嘛 三月份普京 三月份要那什么呀 要大选 三月份普京大选完了 就要干到2036 三月份普京还要在 在俄罗斯 把这个外网关掉 变成最大的内网 然后呢 现在这个 估计是中共叫的 对 对 最近的这个北京 新疆 福建 这三个地方大停电 是大家是无感的 所以说明他这几年 建的这些火电站 它是有效果的 就是为战争准备的嘛 然后福建最大的血库 最大的野战医院 就不用说了 之前我们通过 凯尔巴斯在7月12号 在哈德逊 已经吆喝出来了 对吧 现在呢 那个 刚才说 欧布莱恩又在说了 我在等第三只鞋子 鞋子落地 那后来又说了 四五八三个三个月份 就是窗口期 所以留给习的时间不多了 李强在这期间 曾经想放弃过房地产 我看简报 这个李强在会上说 要放弃这房地产 我就专门打几样 一个是这个芯片 一个是电动车 但是现在你看 英国也开始封这个电动车 这个冯德莱恩他们也要在德法 也要封电动车 封你28奈米的芯片 是吧 然后代表习出海电动车的是谁 是李舒福 李舒福买沃尔沃的时候 七哥说是沼泽地点头了 他才买了沃尔沃 买了沃尔沃部门 现在沃尔沃又要去冯冬设厂 又要去欧洲设厂 所以现在欧洲就开始把它干掉 所以李强那个芯片和电动车 这个估计没戏了 那房地产 他现在不得不又回来救 所以你会看出 他的政策就开始摇摆了 前面几大行 分别中农工件 通通的轮流的 出来和这房地产开始见面 开始聊要给你们钱 没有用的 没有用了 外边这些外汇 王岐山已经通过小潘 野人那边已经说多少期 快把小潘说死了 通过他每个月都往外卖 然后又做 最近把国债卖了 去堵这窟窿不够 还要把远期的掉期的美元 给卖了 也在满足这些资本 大佬的外逃 为习你有什么办法 就是在放血呢 你堵不住 你就在抓鬼子溜 他在那使坏 鬼子溜就在等你搞公司合营 搞这一使 他要出招 所以我就把这几个时间 往后在大家捋一捋排排 大家就知道明年 这个这怎么样了 所以天气暖和了 就适合搞街头运动了 所以为什么 蜜蜂说这清明节前后 就开始 大家开始蠢蠢欲动了 是吧 那时候白纸运动 可能又来了 一直又到六四 是吧 大家在广场上不走 就在那坐着 怎么地吧 街头运动 还是快闪 快进快出 是吧 街头运动要注意 不能时间太长 不能诉诸暴力 这就又来了 所以我觉得 习这一睁眼 一听 咱们这节目 脑子都大了 行 就说这么多 好的 好的